霹靂小组拿出工具 用力敲打 轻轻轻轻轻 门终于开了 一进入 里面所有人 下得四处逃窜 进入园警先前几乎通报 有个职业大赌场 为了躲避茶器 竟然藏身在民宅中 经过好几周的跟街埋伏 终于在16号清晨破获 一共逮捕22人 查扣31万元 以及相关的赌据筹骂 警方表示 大选前夕会针对犯罪 选举赌盘等等 加强扫荡 转离后止这些非法的行为 至于这22人全案 依照赌国罪前 移送地检促证办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